請妳幫我這樣做 我用這個干貝 然後我們做一個圓滿的菜 對 這難得 干貝 對 喔 這個很厲害 那我們這邊就煎干貝 因為干貝不需要煎太久 那一點點的油就好 除外有一點點讓它可以 稍微煎就可以了 對 老師來講油算放得多了 過年啦 過年啦 其實我們會再 對 我們就讓干貝不要焦掉就好了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放下去準備煎 還沒開火 暫時不要 因為我們都是 不要有油煙 好 那這個就再煎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一些番茄切成薄片 但是我們今天留的是中間的 所以我們只要切一點點低頭掉 然後把它挖出來 這個 裡面這個可以 裡面那個不要 裡面這個要 因為我們知道番茄它 如果加熱之後 它的茄紅素等等 才容易出來 對男生比較好 女生當然是維生素C多一點 我們就把它放著 等一下就當一個粥 然後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碎一點 或者是說 你就弄成小塊一點都可以 是要當醬料是不是 對 把它當成一個醬料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把那個九層糖 好 放下來 番茄下來 一樣還沒開火 對 不需要 然後這時候再開火就好了 好 然後就給它炒一炒 讓它香味出來 那番茄它比較特別 它需要一點點的糖跟鹽 那這樣它的味道才會出來 好 那但是我們就是一點點就好了 沒有它的鹽會太酸 它會 酸味也出不來 然後它的甜度也出不來 所以我們就這麼一點點就好了 這跟外面賣的那個番茄罐頭 其實我建議還是吃新鮮的就好了 對 對 那我們就是把它炒熟炒滾就好了 那我這個有一個煮好的 我們還是把它放下去加熱 讓它熱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那像這麼多大概是幾個番茄 我這個那是兩個番茄 兩顆 對 對 這個可能要翻 翻面是不是 對 對 好啦 這個交給我 好 就讓它稍微有點微焦就可以了 唉唷 微焦就好了 對 所以它不用煎到整顆 一定都很熟到什麼 不用 它這個應該也是生食的那個 這個是生食的干貝 沙欣尼的 對 對 那這個燒開以後 我們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可以填一些在這個裡面 這樣是比較視覺比較漂亮 但是你可以上面放一顆干貝 但是因為 對 如果你有很多的小番茄 其實你也可以用小番茄 然後呢把小番茄中間挖出來 然後呢 再把它填回去 那這樣也可以 對 那我們就稍微一點點就淋在旁邊 好 老師 應該差不多了 干貝的兩面都OK了 那就可以 就一顆一顆放上到這裡 可以了喔 就可以了 關火了喔 大概有裡面三分之二 保留有撒西米的那種感覺 對 其實那個干貝 它這個是生食的 那我要關火囉 好 關火了 然後我們就一顆一顆排在旁邊 大的放上面這樣 好啊 好 可以可以 然後就繞一圈這樣就可以了 哇 不得了啦 哇 這個 這要吃它的原味 絕對 絕對 我們就不要太多的Sauce 好 完成